工作不好找 薪资不涨 但物价却蠢蠢欲动 上班族想要存钱更是难上加难 根据人力银行统计 国内有将近四成的上班族是月光族 但是有些人却可以把四分之一的薪水存起来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带你一起来看 水煮蛋 烫青菜 香肠饭 全部放进电锅里 午餐晚餐通通都在公司里解决 就算收入23k也可以月存5000元 其实我这样算下一餐大概就30块左右 那午餐两餐的话就总共大概60块 那你如果在台北市这样子吃的话 大概两餐要加起来要200块左右嘛 对啊 那其实我就省下一半以上 那我一个月大概开销这样吃的话 大概3000块以内 中壮年平均年所得倒退14到16年 人力银行统计有37%的上班族 成为月光族 也有近三成的上班族 每个月存不到3000块钱 化妆品1000元 衣服200元 裤子200元 鞋子300元 除了住在家里 小资女要存钱 全身上下都要省 不过从外地到台北打拼 房租是最大的必要开销 根据人力银行统计 要在台北居月收入至少要43k才够用 这个43000块 也就是等于他们觉得要加薪 大概14000块 那14000块这样加薪服制 等于要跳槽三到五次 那在这样景气不好情况下 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20岁到24岁的年轻人 平均每7个就有一个人没有工作 就算有工作 薪水也高不到哪里去 上班族想存钱 恐怕真的大不易 UDN TV前年群洪旗宇台北报道